今天我們要 英文達股份有限公司要發布的是 幫我們子公司就是代子公司 英文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個公告事項 英文達股份有限公司代子公司 英文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110年12月1日董事會決議 申請宣告破產 這一部分我們會在12月1日 就是該會我們就會向台灣桃園地方法院 申請宣告破產 最主要原因是英文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我們英文達持股 47.65%的一個子公司 因為在這個11月30日的財務報表上顯示 這個資產的部分已經顯然不足以來清償它的負債 它的負債總額是新台幣 第二十二月1246萬7520元的一個負債 英文達公司是設立在民國99年 主要是從事太陽能電磁片的一個銷售跟生產銷售的業務 最近近期受到全球太陽能產業環境的變化快速 國外競爭廠商的地價競銷 還有歐美關稅的壁壘跟貿易的保護等等的影響 的因素影響導致太陽能產業的景氣不佳 那市場需求俱降 英文達公司雖然已經縮減它的營業規模 那最近期再加上這個疫情的持續嚴峻的影響 那太陽能產業更加低迷 景氣更加低迷 那雖然縮減的組織的規模 但難以承受營運虧損的持續擴大 以致導致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 那所以英文達公司的董事會決議 依公司法第211條的規定 申請宣告破產 那這個破產事項呢 因為我們合併公司 已經對英文達公司的累積虧損 都已經認列 英文達公司的申請宣告破產 對本公司的財務業務並無重大影響 對本公司的財務工作人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